上海男排险胜北京男排,2比0占据夺冠先机。 北京时间2月24日,中国男排超级联赛决赛第二轮正式开打。 本场比赛是上海队的主场,他们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北京队的挑战了。 这一场比赛两队打得天风地湾,打满了整整五局。上海队既高一筹,3比2险胜北京队。 这样的话,上海队就以2比0的大比分领先北京队,占据夺冠先机。 本赛季北京队的表现非常好,就连上海队在常规赛时期也不是北京队的对手。 但是上海队告诉了北京队一个道理,那就是先胖不算胖,后胖压倒抗。 虽然北京队在常规赛非常勇猛,但是他们的问题一直没有暴露出来。 等到了半决赛和决赛的时候,北京队就算是发现了自己的问题也没有时间解决了。 本场比赛上海队的首发阵容为崔建军和朱立奥搭配主攻线,张哲嘉和陈龙海搭配副攻线,二传手詹果俊。 北京队接应为江川以及自由人陈涛。 第一局,双方不愧是国内最强的队伍,一上来就是对轰。 比分一直在脚踢上升,很快就来到了7-7。 北京队将持球打得更好,取得了领先。 不过上海队的实力同样很强,很快就把比分追平了。 局末的时候,上海队往口优势很大,逐渐将比分拉开了。 25-21,上海队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。 第二局,局面还是非常嚣着,北京队眼见上海队要拉开比分了,只能选择风险高的打法。 江川的发球轮北京队做得不错,直接把上海队的一传破坏了,北京队逐渐掌握了优势。 上海队赶紧叫了暂停,但是收效甚微,北京队依然牢牢保持优势。 25-17,北京队搬回一局,两队真是针锋相对。 第三局,北京队状态不错,他们没有改变战术,还是靠着跳发球破坏上海队的一传。 上海队短时间内没有任何办法,让北京队取得了优势。 幸好上海队的适应能力不错,在中局反超了北京队。 这种级别的队伍对决的话,网口将会是决定胜负的关键。 上海队的网口优势很大,25-21拿下第三局。 第四局,上海队一开始落后,他们叫了暂停想要打断北京队的进攻节奏。 不过北京队并没有受到影响,他们依旧占据了优势。 上海队的进攻强度不够,虽然将分差缩小了一点,但是局势还在北京队手中。 到了局末,北京队一通狂轰乱炸25-18再度扳回一局,比赛被北京队拖到了决胜局。 决胜局,北京队开局打得不错,4-0领先。 局势对上海队不利,但是他们没有慌乱,凭借着战术不止将比分追平了。 之后比分一直在交替上升,实在是难分胜负。 决胜局15分制的比分让他们达到了19-19。 关键时刻上海队展现了不屈不挠的心态,21-19击败了北京队。 现在北京队已经被上海队逼到绝路了,他们必须全力以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